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國,我是天神公 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新合作的飛雷弓 這個魚魚刺 就是飛雷龍的最後一把武器 攻擊力190,我有加過 雷屬性23,會心率23% 跟大家分享傷害和其他弓弓有什麼不同 喜歡的訂閱天神國,希望大家可以按讚和訂閱 首先這一把是會心率的 你看到我百龍屬性加會心率 原本15,達到23% 我整個人,我整個人加上這40,應該是63% 加上把弓弓弓,看破就Lv.7 攻擊力5,雷屬性攻擊強化Lv.4,有個KO術 我覺得打出來的傷害都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這套裝 因為我這套裝,全身都是以漢破攻擊和雷屬性攻擊強化 如果你不是雷屬性,當然可以玩其他 但其實我還有一個,這個護石我還沒說拆到 我是想拆到漢破,即是主力漢破兩格 或者一樣,但給多個傷害槽給我,可以陷多一顆寶石 如果我有多一顆寶石,我就可以加一加攻擊 這樣就可以更痛 因為現在這把飛雷弓是沒有這個傷害槽的 所以都有點局限性在這裡 在這個配備方面 現在來試試,大家記得我這個擴散弓射5箭 這個射4箭,我們試試 現在是68,看到嗎? 這把明顯是比較痛 不過他不是射5箭 所以他打出來是比較痛 我剛剛打了頭 這個42,最後是4支箭 你看到4支箭,我看看可以打散 58,58,60,50多 你看到會心都頗高 因為這把弓就玩會心 我試試加上這個 曲射,曲射這個加會心 試試 你看到幾乎我 下下都有了 三箭,起碼兩箭有會心 痛很多,待會會實戰,打一條龍給大家試試 但這把弓,我看上網是多人用的 射出來真的頗痛 因為他的會心率 真的誇張 你射到龍 再加上KO 即是每次射雲 任你魚肉 擴散弓就沒那麼爆炸 但加上傷害也不差 這把飛雷弓就可以去到 稀有到6 我那把擴散,即是奇怪的龍弓 就去不到 那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他連射Lv.2,Lv.3,Lv.4 Lv.4當然是最痛 好,那我們現在找一條龍 先打一打 好,那我就找了一條火龍打給大家看 直接在他面前 好,先上強擊瓶 好,我們先試一下傷害 還有看一下會心情況 不過我自己呢 我沒有買到Pro手掣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 真的有點延遲的 玩起來 尤其是我現在一直錄 一直直播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想玩好一點 買個Pro手掣 尤其是你玩弓這些 你要射得準 好,嘗試一下 光連石兩下 你看到會心的情況都準 即是都經常會爆紅色那一條 嘩,41,41 你看到我又 一下打了100 兩下近中 其實我很喜歡打近攻 按狗 你看到我又 一下打了100 兩下近中 其實我很喜歡打近攻 按狗 好 其實你可以過去打他 你看他打他都很痛 六十幾 六十幾 好,繼續射他的頭 其實我很喜歡飛過去打他 你看到更痛 嘩,給他抓到 吃個東西 不如直接閃蠻他 好 我們直接閃蠻他 慢慢打 之後我們下下爆他的頭 如果你要玩飛雷弓一定要夠準 如果你不夠準 還要是打藥點部位 你不像擴散攻一樣 他每次打都有機會中一下 這把一定要準 不過很多高手喜歡用的 我又不是高手,所以我少用 可以躺下了 射爆他的頭 這把東西 你說和擴散 擴散攻 就真的沒有腦 不斷射 因為擴散都疼 但是這一條呢 如果你玩飛雷弓 你因為玩會心 你一定要針對他弱點部位 這樣就要集中一點 射射一盡 你如果不然 就可能傷害會不夠出 而且你要多用一些光連射 我剛剛都用得少 因為我 未開始真的 怎麼說 未開始真的 用他這年紀 但是你用光連射 應該會比較痛 這一把最好應該是刮布 之後光連射 射他的弱點部位 應該最痛 我看上網那些大神 都是這樣打 但是如果你可以打到四十幾 重擊的話 打到四十幾已經算是一個很高的傷害 因為很快可以 KL一條龍 好了 今集先試著這麼多 如果大家想我試什麼 那就再講 下一集我想試一下 貫穿戰 一下就從頭到尾 因為這些人聽說 很省水省力 現在我就要狂按這個 射擊鍵 但是那個貫穿戰一截 那就搞定 好了 我們今集到這裡 有空氣 地球 打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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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打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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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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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